哎 顺芳 你过来 你过来 哎 真话传 我看了呀 那些对孕妇不好的 什么藏红花什么 咱们家没有这材料啊 我跟你说 顺芳啊 自打你媳妇怀孕以后 她每天吃什么 我都先尝一口 背这个我都背了一根银针 我再这么发展下去 我就是温太医 再说那温太医也没说不让吃菠菜啊 没说吗 孕妇怎么就不能吃菠菜啊 是啊 是啊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哎呦 检查什么 这不是没事吗 你竟瞎折腾 对呀 孙芳啊 那啥 阿米利现在有反应吗 有反应啊 什么反应啊 打呼噜呢 这不是没事吗 打呼噜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没事啊 没事啊 我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大夫吧 哎呦 她的组织医师张医生 喂 哎 张医生啊 我是前顺芳啊 你睡了吗 你早就睡了 张医生啊 我问你个问题 今天我媳妇啊 她晾了衣服了 她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没事啊 对 她今天还吃菠菜了 孕妇可以多吃一点菠菜啊 好好好 张医生 这么晚了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这么晚不睡的话 对肝不好 怎么样 没事吧 不行 我还得问一个 喂 是赛华陀赛神医吗 或者是前顺芳 前总啊 你睡了吗 睡了你起来 我问你个事 我媳妇啊 今天晾衣服了 还吃菠菜了 没事吧 哦 孕妇 你过来 你刚才说那个赛什么医生是谁啊 赛华陀赛神医啊 就咱们门口卖药那人啊 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 那是个卖膏药的 那是个江湖郎中 她的话你怎么能信呢 怎么了 她电话你留在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顺芳啊 我跟你说 那人不能听啊 你知道吗 没事就跑小区来私下来卖的那高药 给谁就说 有病没病 有病没病 贴一贴 大姐夫啊 你学这个小子怎么学的这么像 他跑他们小区来卖那高药来 但我抓了好几回了 我跟你说啊 他那高药你可不能给二米贴啊 贴完到保 孩子真完了 我跟你说 你最近精神状态不正常 那不好你就贴这高药贴的 行了没事了赶快睡觉吧 好不好 啊 没事啊 没事了 没事 哎 妈 大姐 这么晚了你们两个怎么不睡觉呢 你说呢 哦 对不起睡觉 睡吧 啊 好不好 快睡吧 行了 行了睡觉吧 还有一个问题 哎呀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呀 我想坐着说 我有点累了 行行行 你坐着说 来来来来 大姐 啊 大姐来来来 来我问你个问题 干啥呀 你怀妞妞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最大的反应就是吃啥吐啥 吐 妈 哎 你怀我大姐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跟她一样吐的一塌糊涂 你看 人家孕妇都是吐 二米粒不吐 这怎么了 她越吃越多 现在吃的我都吐了 她都没吐 这不是好吗 这营养都吸收了不是吗 这怎么回事 这不一样啊 跟其他孕妇 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你看我怀二米粒时候吧 哎 拽我那人家放鞭炮那个味儿 你看看这就对上了 你看你 二米粒现在这个脾气跟个暴涨似的 我姐就着 对不对 哎呀 哎对了吗 你怀我大姐的时候 什么反应 我爱吃包子 太准了 什么玩意太准 包子 包子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啊 你说孩子说孩子 你别急得你大姐啊 我说的就是孩子呀 现在二米粒突然爱吃那个驴肉火烧 怎么了 我就害怕二驴子将来生个小驴子 不可能 这孩子 没事啊 顺风 真的没事 不行 我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大夫吧 喂 张医生吗 还是我 前顺风 你睡了吧 刚睡下 对不起啊 张医生 我想问问你 我媳妇跟其他的孕妇为什么不一样 她为什么不吐呢 不吐也是正常反应 好好好 你赶紧睡吧 怎么这么晚不睡啊 对肾也不好 哎呀 顺风啊 差不多 行了吧 行了 别着急 还有一个电话呢 赛花托 赛神医吗 我还是陈顺风 对 喂 喂 哎 他挂我电话 大姐说你说的不错 就是个江湖郎众 一点医德都没有 这都几点了 人家能不挂你电话吗 顺风啊 没事啊 这样 妈 大明 来来来 赶紧 回去睡觉去 我先看护着她 好不好 你抓紧直接睡一会儿 我盯不住了 你们来接班 行 好吧 那您俩将去找点睡啊 行行 放回去吧 快走 别走啊 我还有好多事呢 行了 可是我一个人问吧 那你哥哥 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问你管用吗 我问的都是生孩子的事 你生过孩子吗 顺风啊 那当年你大姐怀孕的时候 不是都是我一手操办 我在那撤后吗 什么事我都知道 你说吧 什么事 对对对 忘了 顺风啊 姐夫得说你两句 你现在精神不是很正常 你这嘀嘀咕咕咕着 是哪想行啊 我跟你说顺风 我不瞒你啊 就你都影响我了 我现在都看什么都怀疑 不是 大姐夫 我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前两天 我不是带着我媳妇 去医院做运检吗 排队啊 前面有一对小夫妻 也是做运检的 人家先进去了 他媳妇出来的时候 大夫说他媳妇没有胎心 他老公一听 坐地下就哭了 我跟着也哭了 我还怕 顺芬啊 你别怕 你看 二米都检查过了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对对对 你得相信科学啊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不能那么嘀咕 你看前两天 二米打了个喷嚏 好家伙你就急了 你说这孩子要流产 我是怕打喷嚏 真的能流产呢 二米不是没事吗 他很健康 他怎么会流产呢 还有前两天 你买个听诊器 我说你买听诊器干啥呀 你说你要听听孩子的胎心 对呀对呀 结果听了半天 你急眼了 你说孩子没有胎心 然后就打120 医生来了说啥呀 真是没有胎心啊 两个月才怀孕 你能听到胎心吗 人家医生说啥 说孩子的心脏很正常 说你不太正常 没事啊顺风 总得有点理由不是吗 对不对 大夫还让我长点心呢 不对不对 我媳妇跟其他孕妇 还是不一样 你就拿吃饭来说吧 前两天啊 他说他爱吃酸的 你说奇怪不奇怪 他爱吃酸的 爱吃酸的不是很正常吗 酸而辣你 没准你怀的是个儿子 可没过多长时间 他说他又吃辣的了 你说那也很正常 他有的时候就这么颠倒 辣的这就是女儿呗 对吧 女儿多好啊 爸爸的贴琴小棉袄 不是 那今天早上他哭着喊着 让我给他买酸辣粉 酸辣粉怎么了 万一生个不男不女的玩意儿 我可怎么整 哎呀 那顺芬你气死我了你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那万一 那二米要是怀着个龙凤胎呢 对不对 有可能是龙凤胎啊 对啊 哎呦大姐夫 那我可就完美了 行了 顺芬啊 别这么嘀嘀咕咕咕了 好不好 好 谢谢你大姐夫 哎呀 一家人你客气啥呀 我心里就舒服了 行了 那行了 那耽误你睡觉了 没事没事 别再睡觉 弄得我都嘀咕了 好的 睡吧 睡吧 笑了 我别回屋睡了 我一回去 再把二米粒折腾醒了 我就在这睡吧 不是 你这儿哪行啊 你这 我跟你这样 我把行星床给你扛出来 哎呦我的妈 睡得还挺快 行了 我也赶紧回去睡觉吧 媳妇啊 我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这孩子你可一定得给我保住啊 这孩子要是掉了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哎呀 你难怪他 街坊邻居 一直想要孩子 好不容易有了 他紧张啊 是不是 哎呀 没事 孩子一定会好的 放心吧 啊 哎呦我的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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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听到二米粒 打了个喷嚏吧 哎呦我的妈呀 不会有事吧 哎呦妈 最近我也有点嘀咕了 是吗 是吗 打个电话吧 打个电话吧 你和这主持医生 你好 你多打个电话已关机 你这么晚人家能不关机吗 没事没事 问题不大 喂 是赛华陀赛神医吗 不是 我不是钱顺峰 我是物业照缸子 你别哭 我不是抓你的 我不理个事 钱顺峰啊 他爱人刚才打了个喷嚏 孩子不会有问题吧 没事 贴一贴膏药就好了 啊 打一个喷嚏贴一贴 打两个呢 贴两贴 然后打啥呢 哦你还送一贴 去一边去你